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药。 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为处忤逆,诽谤正法。 净土圣贤路 民国李敖 李敖,山东宇城,李庚萱的母亲。 性情淡泊文静,很少言笑,对衣食从不挑剔。 三十岁后,开始吃肠素,供佛念佛。 并把家事完全交给儿媳妇。 亲朋往来,除了聊天谈话及寒暄之外, 总是不断地称念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 后来,由子孙相继夭折, 李敖也只是略显惋惜, 并不为此牵挂,依然不断掐诸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因此,众人私下嘲笑他, 甚至有人当面笑他愚痴, 他也不介意。 有人问他为什么念佛。 李敖说, 这世界极苦, 根本没什么可留恋的。 我深深地厌离这个娑婆世界, 愿我命中时, 能往生西方净土, 早点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啊。 九十多岁时, 他走路仍然像以往一样轻贱。 有一天晚饭后, 和平常一样, 礼佛念佛。 他忽然对孙媳妇说, 今晚有事将要劳烦你, 你要晚一点睡觉。 孙媳妇就随口答应了。 知道了,奶奶。 至夜深, 孙媳妇去看时, 李敖面向西方, 已经夫作往生了。 当时是1914年8月4日, 十年96岁。 有不少念佛往生的人, 他生前不认识字, 也没有念过经, 也没有听过讲。 他就一句, 阿弥陀佛念到底, 他怎么会往生, 没听说他发菩提心。 其实, 他是真正发了菩提心。 你问他, 你发了菩提心吗? 他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 他真发了。 他发了什么心? 偶艺大师在药解上讲得好, 他艳离娑婆, 对于娑婆世界, 没有一丝毫的留恋, 一心一意, 就是想求生极乐世界, 就是想见阿弥陀佛。 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 你们想想, 有没有道理? 无上菩提心, 真觉悟了, 六道轮回, 使法界是假的, 不是真的。 假的, 他要离开。 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争法界, 一心去取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觉悟了。 上镜下空劳法师, 大圣无量寿经指挥, 第六十集, 一九九六年四月, 美国圣俄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